来两斤肥肠 本来今天打算来烧肥肠的 但是刚刚我妈打电话说我爸 弄了一大堆鱼 今天那个河里面缺氧 那些鱼都浮上来了 然后我爸捡了 现在赶紧回去弄鱼 听说弄了条大的 好子 这么大个鱼 嗯 你怎么跑了 嗯 才跑了 全样的湿是不是 咬是不是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这条是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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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三条是鲤鱼 这里面就只有一条大鱼 叫这条 这条活着的话估计有 将近三斤嘛 这里面还有一斤鱼 将近两斤 哎 钓了大半年的鱼 鱼没钓到 结果还剪了刀了 这鱼是因为河面上里面的水莲花 把河道里面全都铺满了 然后最近这个温度高 水下面的鱼就缺氧了 然后它就浮上来了 然后就要死不活了 但是没有特别死 它只是就是 怎么说呢 休克了 就是即将要死去 然后我爸从那里路过 看见了这个鱼躺在河面上 怎么一动不动 然后他就出于好奇心 去看了一眼 结果就发现了这么几条鱼 这个鲤鱼就拿来熬汤 然后这个鲤鱼就来做红烧鱼块 现在把它洗一下 先把这三条鲤鱼的筋给撤出来 在鲤鱼的颈部切开 这里有一个白点 这个就是鲤鱼的线 可以弄条口 然后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 一边提一边盘 这个先吃了 然后现在再把鲤鱼切成块 鱼头就待会儿拿来熬汤 鱼肉 鱼肉 全是地狱 真的还有人有点单 七八个 七八个我认诚你头就切到 要是不合的 全是 这个龙虾 夹夹的 拿了去都不拌了 看这个鱼 是一样的嘛 哪个还得拌 还得丢 这个还 没了它精神了 这个 精神了 啊 我们继续来弄 好了 把菜满了去洗一下 切一点葱姜蒜 这里面再放一点盐 料酒 把它稍微腌制一下 来切一点青红椒 葱姜蒜些一点 锅里倒点油 鱼块下锅炸一下 锅里倒点油 鱼块下锅炸一下 把锅里倒点油 把锅洗一下 然后锅里拿一点点油 青红椒 拿一点盐 炒掉生之后出锅 锅里重新放一点油 葱姜蒜 葱姜蒜 豆瓣酱 来一点干辣椒和花椒 鱼块 来一点生抽酱油 红烧酱油 来一点料酒 来一点点蚝油 一点白糖 再加一点水 鱼烧个几分钟 然后下这个刚才炒好的青红椒 好了 去锅 这牛车 这买个汤 这买个汤 煎一下 煎鱼的多个 下午饭 嗯 应该太阳大它缺氧 要是天上楼台 闷着闷着 闷着 这些鱼的多个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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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着这些鱼的嘛 我说 嗯 嗯 还要脏的嘛 嗯 闷着 好 哦 哦 哦 嗯 我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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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的肉 吃得还行 就是里面的刺很多 和辣豆腐 皮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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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泥汁好酸 今天上午我爸 好看 开始弄了有四斤多 最后又弄了有一条大的 两三条小的 用了有两斤多 六斤 差不多今天上午就是七斤左右的鱼 但是明天早上我爸还捡到鱼 老师我就给你们拍一下 因为今天确实没拍到 拜拜